中午了,吃饭 午饭之后,我们便向今天的目的地,纯西小镇出发了 纯西小镇位于岳阳市平江县连云山 市集娱乐、餐饮、休闲度假、户外运动的一个大型综合景区 其实这个停车场呢,可以住车 大家要如果到这个纯西小镇来的话 它这个停车场是可以住车的 而且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卫生间 我不知道卫生间的水龙头有好,我看一下 它这个收费的卫生间,景区上费所卫生费收取一元 这个地方要收费,水龙头到税有,但是可能要收费 所以说,就不知道情况如何了 但是没看到收费的人,写的是收费的 刚才看那个卫生间呢,是收费的 这样一收费的话呢,这个地方住车就不方便了 水龙头倒是友好的 当然了,也可以跟它沟通一下了,问题不是很大 反正在外边,房车在外边找水源什么的 还是靠沟通 沟通一下,给水问题不是很大 好了,这个环境还可以 晚上挺凉快的 确实挺凉快的 登高远望,纯西小镇整个景区 景色还是优美的 凉风也有 就是刚才的卫生间收费的问题 让我想到了很多 据了解,是因为纯西小镇有几个股东 他们意见不一造成的 目前纯西小镇还处于免费状态 不管怎么说,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 比起我们去的一些地方 直接将卫生间锁掉要好很多了 因此我依然推荐这个地方住房车 这个地方晚上就凉快了 晚上开始凉快了 今天呢,我们就住了这个 纯西小镇了 妈妈,月亮之下 静静的我想你了 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 妈妈,你的怀抱 我一生爱的强包 有你晒过的衣服 回答